台湾最近爆发MeToo性嫂逢暴 如今澳洲国会也传出疑似性侵案件 澳洲一名女性国会议员在当地时间14号 指控自己曾遭到一名国会参议员性侵 后来在国会制裁威胁之下被迫收回言论 武党派议员索普隔天再次在参议院内声泪俱下发表演说 详细描述自己被侵犯的过程 并称国会不是一个让女性感到安全的工作场所 保守派议员范恩面对来自同僚的指控心情 也在国会殿堂上极力否认 目前被指控性侵的范恩暂停参加党内会议 未来两人势必也将继续面临一连串的对峙和调查 环宇新温泉环婷 藏后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感谢观看 学年红筹